记者调雪如新竹报道,新竹县今年迈入第三年的竹冬草根音乐季,28日起连续三个周末加上情人节当天晚上6点半到9点,招募多元化乐团,在大同来聊广场舞台展现自我才华。 现场还有首作、特色摊位的草鲜市集,让民众享受音乐的同时,也可轻松逛市集,支持在地青年竹冬镇公所为扶植在地青年,跟刘竹冬,以玩梦舞台为名,自2016年开始举办竹冬草根音乐季,今年以乐朝如音为主题,招募许多不同音乐团体,希望每年都有音乐新体验。 其中,28日青浪发声,安排流行乐、抒情摇滚曲风,8月4日草根和音以清音乐、布插电、乡村等曲风为主,8月11日客朝回响则特别安排客于演唱或客及表演团队,将客家元素融入于歌曲中,8月17日是逢七夕情人节,将以爱乐同谱饶舌、嘻哈、流行乐等乐风。 浪漫一整夜,竹冬镇长徐兆章表示,为发掘在地音乐人,鼓励青年学子勇敢追梦,将在活动中评选出草根金奖、草根银奖等奖项,最高奖项可致专业录音室弥生。 Mixing Studio录制单曲一首活动期间除了音乐演出、公所也规划融合在地、手作、特色摊位的草根市集,其中,清创品牌Dye 28日晚上7点半到9点半,每半小时半里一梯蓝染体验,才当日报名,数量有限,8月4日则有方文业手作。 DIY,8月11日课语互动教学等。 活动详情可致主动草根音乐及脸书粉丝专业查询。